当时也是因为想说我想尝试一下浮雕 因为我有画那也有雕塑的地方 画面现场是松山文创园区的一丝空间 展出的杨亚文创作个展 喜爱艺术创作的亚文 特别以画作与陶志的作品为主轴 与参观者互动 展览主题定为游离 借此呈现自己的心境 这个展览名称叫做游离 它其实是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从A到B的过程 但是它不属于A也不属于B这样 理解去理解自己 那它就是一个可以开始疗愈的过程 那我希望其实这些作品 如果可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 可以感受到一些温暖 那我觉得那就足够了这样 那这个是画作的部分 那鱼头的部分是因为 就是我曾经去催眠 那它就是有一个前世 我是一只鱼 那它是一个待宰的鱼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看一些小动物 我们都会觉得 哦它好幸福哦这样 那其实 但我觉得在它们生存的过程中 它们其实都是有一些 它们自己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 那所以这个鱼的系列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概念 就是其实每一个小生命 它都有自己的奋斗要去努力这样 那其实它们也都是值得纪念的 虽然在外人看起来可能都看不出来或是微不足道 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其实也是跟一些比较边缘的人 它们其实也是有一样的就是这个需要奋斗的过程这样 那这个系列是 所以这个系列就叫做前世这样 那因为前世带到下一个它人的系列 它是叫做就是今生这样 所以它就是今生我在就是遇到的一些人 那比较特别的是带电锅的那个女生 它其实是我的一个自塑像 那电锅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很大众的icon嘛 那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这个社会传统的一些概念的一个束缚这样 展出的陶制作品中 不少作品有可动的部分 让参观过程增添许多互动感与会心一笑 而其中人子系列的特色 也带出许多不同的想象与思考 马格丽特它有一幅作品 就是一个穿西装的男子 脸前有一个青苹果 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表情的部分 是我们传达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口 那它被遮住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传达 那我就觉得在创作大同电锅的那个时候 就是更理解到这个作品的背后的感受吧 那所以就以它的作品 然后创造了一系列的变形 松山文创园区的一丝空间 每年透过公开征建的方式 让新锐艺术家在此展现自己的创意 松烟以实际行动支持培育新锐艺术人才 让更多原创作品有被看见与行销的机会 空间的话是由委员这边来做评选 那我们的方式是利用公开征建的一个形式 邀请大家所有的创作者们来投建 那收到了投建的作品跟提案 我们邀请委员们来做评选 然后评选出比较值得推广的 或者是创意性很高的 或者是跨界领域非常的抢眼的作品的一个呈现 那我们的条件就是希望他们是 首次在台北市里面做个展的一个呈现 因为其实一开始 我其实没有很积极的在找艺朗 那刚好就是朋友就是丢这个连结说 松烟有在征选那就投建 那很幸运被就是被松烟看中然后选上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就是有一个个展这样 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可以看到 因为其实松烟的观众也蛮多元的 跟那种专业的艺朗比起来 就是其实观众的群 就是群众还是蛮不一样的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是不同层 不同层面的回馈吧 对对对 有些人是会真的开始跟我谈心 那也有些人就是作品很美 我觉得都是好的 就是不一定是要大家的肯定或什么 但是我觉得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啦 文创园区作为一个展演的一个舞台 那就是提供他们场地去做展示自己 比如说我们去年因为也是有公开针见的一个艺术家 那新锐的艺术家他在这边做展示之后 他后来又得到了三个画廊的一个青睐 然后就到了其他的场域去做展示 艺术家呢 他们在这里做了第一次的个展之后呢 他相对的有其他的更多的曝光 或者是展出的机会 那也有艺术家就是会回过头来说 那他可以在其他地方再做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把松烟的一个credit放上去 成为在松烟是他的一个第一个起点 这样的一个一个概念来做出发 松山文创园区也欢迎喜爱艺文的朋友 踊跃来到艺丝空间看展 与艺术家们现场分享与交流 激荡出更多的创意与发想 让身心灵都沉浸在艺文的氛围中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